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台媒分析 马英九此番表态 是在暗示政治谈判随时可以开始 马英九在会见吴波雄率领的代表团主要成员时 还针对服贸协议一事做出回应 马英九表示 最近一案服务贸易协议的事情 大陆方面也很纳闷 服贸协议过关为何在台湾会有这么多困难 他希望吴波雄出席论坛的时候也能够说明 马英九呼吁台湾民众要想拼经济就得挺服贸易协议过关 毕竟2016年选举结果 无论是谁当选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都要面对台湾经济如何发展 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他警告绿营 今天种的因就是明天的果 有媒体解读 马英九的表态间接说明绿营才是连岸交流的阻碍者 黑心油事件越滚越大 台湾学校营养午餐也随着沦陷 台湾教育部门调查显示 有150所左右的学校被查出使用了大桶黑心油 调查显示 截至23号上午 全台湾22个县市中有11个县 共有156所小学高中和大专的营养午餐使用了大桶油 受影响的学生数量无法估算 使用大桶油的学校 新北市有12所 苗栗17所 台中彰化10所 嘉义县市15所 台南市两所 屏东一所 连澎湖也有两所 综合统计 全台中校学校有140所使用了黑心油 大专院校16所使用了黑心油 总计已达156所学校 大桶油被查出是黑心油之后 大桶酱油也被爆出含有化学成分 有一位台湾民众拿着购买的酱油到陆港观光工厂退货 但是遭到了拒绝 随后他又拿到其他工厂退货 这一次是退货成功了 但是却引发了台湾民众的退油热潮 每天都有人提着油到工厂退货 而拿着的油也是五花八门 酱油 葡萄籽油 四拉油一应俱全 甚至有民众拉着一货车的四拉油到工厂退货 随着大桶黑心油事件不断延烧 为食品安全罢关的台湾卫生福利部门竟然坦诚 早在2012年底就检验得知 大桶特级橄榄油的脂肪酸检验数值异常 那么为什么拖了一年多直到最近检调部门发动侦查才呈现了事件的原貌 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在近一年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是否有公务员玩忽职守 台北地检署已经准备调查有没有公务人员涉嫌失职 食药鼠引力 我想这对我们食药鼠来讲太沉重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越来越活泼的大熊猫宝宝圆仔 每天都在努力的爬行还会锁定声音向前进 每当饲养员进到他房间的时候 他都会用不太稳健的步伐向饲养员靠过去 我们一起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抬着小胖腿 银亚起步走 每天都要练习走路 107天大的银亚现在又重了点 6949公克 现在前置的力气十足走得稳 但后脚劝下穿上溜冰鞋滑呀滑 再来一个花式抬腿 热身过后突然脚步如飞 银亚三步两步快走起来往前跑 原来银亚有了新玩伴 听到保育人员捡食树枝和扫地的声音 敏锐的银亚很兴奋 急着追过去看 扫把成了银亚的最爱 扫到哪就追到哪 还会跟着扫把转圈圈 小小跟班走路越来越快 妈妈远远在旁边看的也很满意 原本是爱黏着妈妈的小跟壁虫 现在睡醒了 妈妈远远手拨呀拨 催她起床 银亚还会赖床呢 因为现在银亚最喜欢的不是妈咪 而是迈着小肥腿到处探险 中国三大舰队南海士兵演练 人民海军建设以来是最触摸最大的一次 也是真是震撼人心的一次 舰载机演练集群攻击 这些舰载的战斗机集中起来 而且由统一的更高级的指挥机构去指挥它 中国舰载机到底有哪些不凡本领 请看本期热脸透视 中国三大舰队军演 舰载机大显身手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日中国三大舰队联合在西太平洋地区 进行了联合军事宴席 那么其中舰载机的训练呢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此外还有网络媒体报道了 中国的歼15 在辽宁舰上的训练呢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那么中国舰载机的战斗力到底怎么样 未来还有哪些难题需要功课 今天我们请到了军事专家陈红先生 为您做一一的介绍和解析 明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有关于三大舰队舰载机的相关背景新闻 日前中国海军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 其赴西太平洋展开远海士兵对抗演习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称 此次演习中国海军三大舰队联合出动 是迄今为止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最大规模的演习 演习所处的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海军而言是陌生的海域 气象水文海矿情况复杂 对指挥和通信体系提出了考验 报道称舰队潜艇飞机和岸防导弹等武装力量的作战性能 都将成为演习中检验的内容 另据网络媒体报道 中国殡15战斗机已经在辽宁舰上进行了升降机作业 这表明中国舰载机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又一次获得突破 我们看到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的新闻 而且也都认为说中国的舰载机的力量有了一个特别显著的发展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 一支完整的远洋舰队它到底包括哪些力量 按照国际上的统一的这种说法应该是这样 这艘舰队当中应该具备最好是具备一艘航空母舰 如果没有航空母舰至少应该有一艘两栖攻击舰 因为这两栖攻击舰它也能够搭载一定的固定一个飞机 除此以外还有多艘的驱逐舰 比如导弹驱逐舰和一般的驱逐舰 还有护卫舰 水下还有潜艇至少有两艘潜艇 还有大量的后勤补给船和一些小型的舰值来配合 那么在这艘航母舰队当中 或者是远洋的突击舰队当中 应该最少有多少舰船 最少有八到十艘 这是美军的标准 八到十艘舰船 除此之外 在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面 必须要有舰载机 就是要有一个舰载机的连队 这一个连队大概有几十架飞机 最少有二十多架飞机 这样才能保证这支远洋舰队在深南海域的舰队的防空 否则舰队的防空是受到极大的威胁 那么这一次通过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您觉得服役的哪一些飞机 在这次军事演习当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我看到这次三个舰队的联合演习 北海 南海 以及东海舰队演习 这些舰队这么大规模的联合的演习 这个叫机动五号 我觉得还是恐怕人民海军建设以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真是震撼人心的一次 那么这一次演习我看到海面上的力量出动的比较多 水下潜艇也出动的比较多 海军在五个兵种当中 水面舰艇 潜艇 航空兵 岸防和海军录战队 除了海军录战队 陆上 蒙虎 海上 蛟龙它没有出动之外 四个兵种都出动了 那么在出动当中 我觉得航空兵的作战 主要是出动一些什么 我看在报道上 主要是舰载的直升机和岸机 所谓岸机就是在陆地上 海军航空兵使用的飞豹式潜航机战斗机 这种飞豹式战斗并不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 它是从陆地上机上起飞 然后去在海域执行任务 不是降落 在海域上空执行任务 比如说攻击舰船 攻击潜艇 然后再飞回来 在陆地上落地 它是陆地的飞机 它不能在航母上落地 捉舰 那么在航母上 就在这些攻击舰上起降的主要是直升机 攻击直升机和侦察直升机 那么这些直升机的作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它都算是半径 它的火力配备 它的攻击的这种水平和固定翼飞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但是我们这次演习我觉得也做得挺好 就是这些直升机可以在整个舰队的统一指挥下 和其他的舰队相配合 包括一些整个的数据链的联络 然后对水面舰艇 对潜艇的攻击 我看到一些报道还是非常准确 使用一些精确指导武器 打击的摧毁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据说舰载机在执行海洋的战斗任务的时候 配合是特别重要的 在有起飞降落也都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次的军事演习当中 这样的一些环节他们是如何表现的 现在我们的舰队机更多的是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的起降 一个是和本舰之的 就是这条舰所指挥 我可以指挥你起降 然后起飞以后 在海域当中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要受到整个舰队的指挥 就脱离这手舰的指挥了 这手舰我只放飞 起飞落地 然后你飞复海域以后 你要在整个舰队的统一指挥下 去集中兵力 去完成任务 这个演习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把这些舰载的战斗机集中起来 而且一个统一的更高级的指挥机构 去指挥它 那么它作战能力就明显的增强了 我们知道舰载机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防空 是 那么现在目前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机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它整个的防空能力 防空作战能力是怎么样的 对 有的人说防空不是就靠航母 或者说是普通舰船上的防空兵器 导弹就可以拦截了 其实这种认识还是不完整的 我告诉大家 真正舰队的防空 它依靠的更多的是舰载的固定翼的飞机来进行防空 我认为在远洋舰队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 如果你没有固定翼飞机去夺取战区 或者是远洋海域当中的制空权的话 你这个舰队的制海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咱们可以形象比 就像一个老鹰在平原上去抓兔子一样 兔子怎么也跑不掉了 所以它是非常被动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舰载机 固定翼舰载机方面 我们还在试飞 还在辽宁舰上试飞 其他的军舰上还不能够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 我们没有垂直起降的 你滑跑的达到这个程度 你只能有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在夺取制空权的方面 它影响的力量就非常小 比如说如果面对一场局部战争的话 就目前中国拥有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它的整个战斗力能够形成多大的范围 对 比如说有一艘航空母舰为中心的这种大型的远洋舰队 那么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固定翼的战斗飞机 它能够控制的作战半径有多远 1000公里到13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当然它有缝隙了 它可以以这个半径划一个圆 而直升机它能够控制的半径能够达到多少 200 300 最多400公里 就像我们现在的直升机 所以它控制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而且直升机作为现在直升机空战 当然也可以装一些空对空导弹 但是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比固定翼飞机要差得虚远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还有非常长的距离要走 是 这是一个需要去探索和发展的领域 正是因为需要探索和发展 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海军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成立了专门的舰载航空兵部队 那么这样一支部队的成立对于提升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 还有舰载机的操作能力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 现在在我们这些直升机的一些舰制上都有一些飞行中队 现在在辽宁号上已经有一个正式编制的舰载航空兵的部队 应该是至少在一个大队以上 那么固定翼的这种飞机能够在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话 它所需要的飞行员是非常严格的 现在我们在辽宁舰上 大家看到去年咱们也做节目 在辽宁舰起降 大家非常鼓舞人心 还有专门的资讯 对 现在目前人数还非常少 就是能够在航母上起降的飞行员的数量很少 一开始几个 十几个 就是二十几个那也少 是吧 今后我们还要发展 所以它只能充当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或者是教员 就是这些教员也不得了 这些教员如果能把它自己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航母上起降知识交给其他的飞行员 那一点点就壮大钱 我们都是以老代新 包括组织人 包括我们的教员 都是从以老代新开始的 还有 就这种训练方法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允许我们充分的注意 就是我们现在选的航海机飞行员确实很精 去年咱们做节目说 选的精益求精 不得了 挑的优中选优 精中选精 这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从非常有经验的海军的 有经验的飞行员当中 去挑选那些最优秀的 年龄要轻 飞的要好 飞的小时候要多 机轮滚 来 飞 是吧 就把海军航空兵部队最好的抽出来 这就有个什么问题 就一点有点稀释了 我们海军航空兵的 陆寄航空兵的飞行员的队伍 对不对 我好都凑走了 你看 我这还得重新弄 还有 这些飞行员原来都在路上飞行 那么它上舰以后 要重新适应这个东西 适应舰上这个短距起降 它又要花了很多的时间 虽然它是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但它又要经过一个转变 你看这又有一个问题 这一点我就觉得 西方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海军 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它并不从海军的 现役飞行员挑 它从高中生考大学 从大学生里面 我挑你们 然后它从那种最年轻的人里面 挑那些身体素质最好 心理素质最好 最适于上舰的这种年轻人去飞行 包括女飞行员 都可以上舰 飞战斗机 那么这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这个兵员来源就多了 在这我就想起一件事 美国海军 他曾经为这个招的飞行员 很发愁 1986年 特别越战以后 士气低迷 招不上来的人 别说当飞行员了 当兵都不愿意 1986年 美国海军就和一个电影公司 拍了一个电影公司 和拍了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叫《壮志凌云》 看过这个电影没有 没有 这就描写一个美国海军飞行员的故事 这个人是谁演的呢 是个汤姆克鲁斯 这个人应该知道吧 汤姆克鲁斯 小个儿 他这个小个儿到什么程度 他距离真正海军飞行员的身高标准 差五公分 可能比当时那个女演员还低三公分 我估计比你这个儿也要低 汤姆克鲁斯 坐在坐舱里像无人驾驶似的 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汤姆克鲁斯 演了这个《壮志凌云》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美国海军花了多少 三艘现役航空母舰参加拍摄 五个F-14宗队参加拍摄 为了拍这个电影 还死了个飞行员 摔了一架飞机 人家说是 这是美国海军花的最大的钱 去烧那个钱 去做这个征兵广告 没想到你知道 这个电影放完以后 我来到中国也放 《壮志凌云》 你到网上给敲敲 放完以后 美国那些男女青年 都被汤姆克鲁斯演的 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 这种气魄男子汉的技魄 勇敢者的精神所征服 所折服 男青年要参军 女青年要参军 我就要上航空母舰 我就要飞战斗机部队 他那个兵员源源不断 你看他挑选飞行员的途径 和我们有点差 我觉得我们今后 在培养这些优秀的教员以后 还要从那些年轻人当中去选拔 更多的 培养一个优秀的航空兵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航校至少待四年 然后再到训练基地 再飞一年 美国海军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给中国海军五年时间 有没有可能打造一支非常精良的航空兵部队 我觉得这个时间足够了 但是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随着我们装备的增长 就这个人员的素质 在五年当中是能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舰载机飞行员 我看了一个美国海军的一个飞行员 讲的他那个经历 他说我在夜间 在航母上着陆的时候 他做了个特别形象的比喻 我讲的一点都不过分 他说夜间在战斗机 在航母上着陆的时候 速度很大 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呢 就像你在夜间 开着一个时速300公里的小汽车 不开大灯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不开大灯 一头钻进机库 一脚刹车停下来 这就是在航母上着陆的那种感觉 他是飞行员 这是美国飞行员讲的 所以这得把误差减少到最小 如果是下雨怎么办 如果是舰面上湿滑怎么办 你一脚踩得住 那地面是踩刹车 车还要打转呢 是不是 你一脚踩出刹车 这个作为飞行员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讲 挑选一个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 从年轻人开始培养 这是一条长远的路子 现在你可以从飞行员的精英队伍中挑选 让他们做教员 然后从带飞 最后做干部 然后真正的战斗员 要从年轻人当中一点点选 所以说舰载航空兵 跟中国的舰载机 应该共同来同步来发展 是 而中国的舰载机成熟的时候 也是中国舰载航空兵 非常成熟的时候 对 刚才我们也谈到说 中国的辽宁舰 起降了歼15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为什么说它是重大的突破 您刚才说的可能是升降机的使用 现在我们看到在一些媒体上的报道 辽宁舰上的歼15飞机 它有些图片在升降机上起降 这升降机就像一个超市的大货舱 那种电梯似的 它是平的 飞机能够停在升降机上面 然后把机翼都折叠起来 从航母的机库当中升到甲板上 然后准备起飞 那么它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它主要是一个是演练 演习飞行前的准备 就是飞机 我要飞行了 我怎么样从机库里面把它升起来 然后到甲板上展开机翼 展开各种各样的作战设备 准备完毕 升空 那么这个就是演练一个准确 一个快速 一个安全 一个随机 就战斗情况量随机 这是一个演练 这种演练也不是很容易的 你要起来 再下去 再把它重新折叠起来 再放下去 再起来 这个是要反复演练的 所以它这个演练是等于对升降的功能 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检验 对 那这次检验是成功的 所以说它是突破吗 对 我觉得它这个检验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升降 但是要提高速度 还要随机 比如说马上你起降 你能不能起来 这是一个演练 就是飞行间的准备和飞行后的检查最后的落实 还有一个 就是演练战斗转进 这个战斗转进是什么的 我简单说 就是在航空兵的作战那种 它一般分成几个等级 一等战斗准备 二等战斗准备 三等战斗准备 这一等战斗准备 飞行员要坐在座舱里面 你海军飞行员也得坐在座舱里面 不管是暗机的 甚至是舰载的 你也要坐在座舱里面 随时命令信号单一打 你就得起飞 飞行员坐在座舱里面 坐舱盖没打上 一有情况 坐舱盖一拉上 马上就起飞了 这是一等坐舱准备 二等坐舱准备 就是飞行员在现场 比如一个中队 我就在现场 比如我们空军的 就在机场 摆命 飞机就在行李坪上 一旦有情况 我从飞行员宿舍 马上 值班师马上跑到行李坪上 上飞机 坐好 第三个就是三等准备 要在宿舍里面 赶到机场 那么我觉得 他这个演习 就是他这个升降演习 也在演习一个什么 转进 就是我如果从一等转到 从二等转到一等 从三等转到二等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快 今后你航空要作战 你速度太慢 我要打个仗 两个小时才出动 那怎么行 你舰可能受到威胁了 所以他要求速度很快 他慢慢演习 我这个升降速度多快 我飞行员什么时候能进去 起来以后多长时间完成作战准备 这些演练 要经过千百次的磨合 千百次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海军 作为海军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所以说您觉得就是下一步 这一步如果说取得了这方面的突破之后 那下一步面对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再进行哪方面功能的尝试 我觉得我们的航空母舰 这一次他没有参加三大舰队的演习 因为他现在还是有训练舰 今后我们在训练当中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训练 有一艘航母组成的多艘舰支组成的联合舰队 前面我们讲了 叫多艘舰支 各种各样的舰支 水面上的舰艇 水面和水下舰艇的协调 还有舰艇上的飞机起飞 航空连队起飞 你要和各种各样的水面舰艇先联系 你要和外层空间相联系 你要和陆基的或者是空军的飞机相联系 这种联络 这种指挥极其困难 你怎么样打通数据链 你海军和空军 海军和外层空间 海军和岸基的陆军 你怎么联系 水面舰艇 水下的潜艇和空中的飞机怎么联系 所以这极其困难 还有训练的时候 飞行训练也是非常的惊险的 比如说骤艰 我们讲骤艰的白天 一般气象 眼睛看得见的 能见度很好 辅大气象怎么办 白天辅大气象 咱们北京的雾霾 看不见 100米以下看不见了 你飞行肯定麻烦了 是不是 夜间怎么办 所以我倒是希望了 我们的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 尤其我们海军飞行员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稳扎稳打 从今天一直跟您探讨的舰载机 还有舰载机的防空能力的话题 感觉到中国的舰载机发展 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防空能力 可能跟世界上最顶级的这种 防空的能力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说您觉得 未来它的发展方向应该在哪里 对 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祖国的三大舰队 在西太平洋 在南海地区的演戏 非常鼓舞人心 这支海军从194年的4月23号 在泰州的百老庙成立以后 60多年了 风雨历程 在这条航线上 走过了须须多多 非常艰难坎坷的路程 我觉得走到今天 走向一个 从近海走向深蓝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振奋的事情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 我们这次演习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和水平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看到我们还有距离 什么距离呢 就是我们舰队的防空 前面我讲了 尤其是舰载的固定翼的飞机 我们还没有真正投入作战训练 是吧 你要在远海执行作战 必须要有自己舰队所携带的航空兵的连队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是空白 目前还是空白 那么这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的 非常感谢陈红教授对以上话题给出的介绍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